在季將至,大家不愛親女兒了 底下留言包含各種負面情緒 失望、不耐、憤怒與受過情傷的評價 樂觀一點的夥伴還能安慰自己且告誡大家 在季將是女大十八變 聖修雅瑞會更美好的 本期內容是雨天昨晚夢到的 夢裡是這樣的 聊天室內側玩家無情之人 提供心得分享 與YT上的Eason數據挖掘 優質暗黑頻道Eason推薦給大家 這些暗精獨特的裝備到底會不會出 或是已經被刪除了 只有暴雪爸爸知道 請大家當作閒聊、雜談、妄想來聽一聽 這些有一定程度詳細的裝備 那縱使出了,法師能與其他職業抗衡了嗎? 不太可能全部一起出 聽聞釋放暗精與磁條數量是各六件 那暴雪爸爸會怎麼出呢? 以下分為火電兵神奇寶貝分享給大家 小火龍雙手杖 噴火的寬度增加且提升傷害 提升多少不知道 那我覺得至少要提升個200%吧 火球單手杖 火球可以蓄力兩秒 增加300%的傷害 那這件Eason沒有介紹 是內側玩家提供的資訊 火球頭盔 火球傷害增加不知道多少% 可以擊退敵人 這個火球單手杖配上火球頭盔 如果一起出現的話 那火球的前瞻性就非常的高了 畢竟全都是增傷的 隕石手炮 隕石一半傷害轉換成燃燒槍 每隔幾秒會自動砸像被燃燒的敵人身上 穿上去只要走路就會自動丟隕石砸人 配上隕石附魔割草應該還不錯 隕石戒指 火焰技能有機率時下一發隕石不消耗法力 並且增傷100% 增傷的就是好啦 火焰彈褲子 只要人在附近 火焰彈燃燃燒效果會永續保留在目標身上 火焰彈更改為需要消耗法力 並在8秒內對附近的敵人造成燃燒傷害 那就是平A可以擴散 像是撈的狂怒九頭蛇 並且帶痘特傷害 法師之拳 燃燒敵人死亡時會暴漲 類似火球附魔割草 搭上碎兵可以期待一下 電矛單手仗 周遭有敵人時電矛將不會消失 那這應該是閃電長矛的核心裝備了 也就是我們的召喚流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電系關鍵被動的項鍊 維爾的精通 技能說明是支援近距離 穿上項鍊之後遠距離也適用 那跟吞屍之火的項鍊到底哪個比較強呢 電能彈的鞋子 使用閃線後吸收周遭的電能彈 每吸收一發將可造成額外傷害 電能彈的褲子 電能彈會自動導航至受控場效果者 或是易傷的敵人 閃電猩猩褲子 把冰霜猩猩把它改成閃電猩猩 消耗法力後自動施展造成傷害且暈眩敵人 寒冰獵片項鍊 被寒冰獵片殺死的敵人 會向附近的敵人噴射寒冰獵片 重點來了 冰霜猩猩鎧 閃線後施放冰霜猩猩 那這樣活法跟電法是不是就起飛了 冰封球的帽子 冰封球噴出去的速度變慢 可提前使用冰系的基本技能引爆 並且會增傷 最後一個不知道怎麼歸類 戒指一枚 基礎技能爆擊時 下一個核心技能不會消耗法力 並且100%爆擊 不適用於引導技能 哦對 不嫌棄的話 懇請訂閱按讚分享加小鈴鐺 開播的時候 一起玩一起聊天 以上就是雨天昨晚夢到的暗精裝備 有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討論 嘴砲的雨天也會回你貼圖 我是雨天 我們下次見 我會繼續看見 打開 課砲的海螺 我們會直接放開 這次聊天 在那裡 與 這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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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